介绍一下平衡常数的简化 第一个是这样 如果它是非云相 非云相就是说它里面有固态 有水溶液 固态跟水溶液不互溶 或者是有固体有气体 不互溶 这叫非云相 如果非云相的话 纯固体跟纯液体 因为它的浓度是固定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纯固体纯液体 它就不用写在平衡常数表示法里面 比方说举例 像这一体你看过来 过号S就是纯固体 AQ就是水溶液 然后CU二症AQ就是水溶液 HGL就是纯液体 所以现在有两个是纯物质 一个是纯固体 一个是纯液体 我在写这个平衡常数表示法的时候 就写KC 我们讲过 残物的浓度除以反应物的浓度 所以CU二症的浓度 你注意这个HG 它是过号L 它是纯液体 纯液体它的浓度是固定 既然浓度是固定 那你每次都乘一个固定的东西 那等于就不用乘了 为什么 因为就把它直接并到平衡常数表示法就好了 所以我们去查 这个平衡常数当然可以查表 应该都可以找得到 那你这个平衡常数 你查到人家的表示法 这是约定俗成的 就是它这个纯固体跟纯液体 因为它的浓度是固定的 所以它不会写在表示法里面 那它们浓度都已经并到平衡常数里面来了 所以你这一集你要写平衡常数表示法 你只要把水溶液中的铜离子 以及水溶液中的拱离子写进来 这就是表示法 那第二题是碳酸钙 那在高温下它分解成氧化钙的固体跟CO2 那这里平衡常数表示法是这样 KC浓度平衡常数表示法 那就是把产物的浓度 CO2的浓度 然后呢 你注意CAO它是纯固体 那纯固体它的浓度是固定 所以你就不用再乘以CAO的浓度 那CAO3它也是纯固体浓度是固定的 所以你就不用再处理它的分母 所以它的表示法就只有这样子而已 那如果你要写 这里因为它是气体 你也可以写KP 那KP呢 就等于什么呢 就是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的CO2的压力 那现在同学们会有个疑问 就是说那 为什么纯固体 为什么纯固体或者是纯液体 它的浓度是固定的 因为我们在算 存物质的浓度的时候 存固体的浓度的时候 举个例子好了 我假设 假设我这里有一个 我一个容器好了 那这个容器呢 假设它的体积叫做V'公升 那里面有碳酸钙 假设这里是CACO3 里面有碳酸钙固体 那假设碳酸钙固体 它是V毫升好了 假设碳酸钙固体 它是V毫升 那如果说 我们要算说 碳酸钙的浓度有多少 那你注意你就 我们说碳酸钙的浓度 CACO3 中过号就是浓度 就体积木耳浓度 那体积木耳浓度 就是木耳素除以体积 木耳素除以体积 但是这里你注意 你在算碳酸钙的浓度的时候 你不可以把它除以整个容器的体积 为什么 因为碳酸钙并不占有整个容器 这个碳酸钙它是固体 它只占有它自己 自己的这一堆粉末 它的体积只能算这堆粉末的体积而已 那我们去查表一下 假设它的密度 低克 每毫升 假设它 我们去查密度 假设它密度 每毫升是低克 那现在 我如果说 我要把碳酸钙的浓度算出来 那你怎么算呢 那我就这样算 那它有V毫升 对不对 所以体积乘上密度 就是它的质量 你注意 碳酸钙去计算一下 它的适量是100 所以我就把碳酸钙的V乘上低 体积乘上密度 那就变成什么呢 功克 那功克除以100 就变墨素 就变碳酸钙的墨素 那除以体积 你注意它的体积 是用公升来表示 所以我就V毫升 假设它有V毫升 那就是千分之V公升 那三分之墨就变大M 所以上下都有V把它消掉 两个零消掉 所以得到什么呢 10D 那换句话说 碳酸钙这个固体 它的体积墨的浓度是多少呢 10D 那D就是它的密度 我们知道对固体来讲 密度是固定的 所以对碳酸钙来讲 它的体积墨浓度是固定的 那也就是说你要记住 对 这是固定 这是固定 可以 所以用这个例子 请大家记一下 就是对纯固体 纯液体来讲 它的体积墨浓度是固定的 因为它在算体积墨浓度的时候 它只能算它自己本身占有的体积 不能处于整个容器的体积 因为它并不占有整个容器 它又不是气体 气体才可以充满任何容器 对不对 碳酸钙是固体啊 那或者是你把一个什么 纯液体灌进来 它也占有自己的体积 自己的那个小空间而已 它不占有整个容器 所以你在算这个纯固体纯液体的时候 它的浓度是固定的 那既然如果浓度是固定 像刚刚这里 碳酸钙这里 像刚刚碳酸钙的 像刚刚这一体 CACO3 它是纯固体 然后分解成CAO 加CO2 那你写它的平衡常数表示法的时候 如果你这样写 CAO乘上CO2 除以CACO3 那这样子的有一个缺点就是 你每次的CAO跟CAO CACO3这两个 这两个你每次带进去的时候 这两个都是固定的值 那这两个如果是固定的值 那每次要算平衡常数的时候 还要沉进去 就造成大家的困扰 所以我们就把这两个固定的值 都把它并到平衡常数里面去 并到平衡 所以如果你去查表 你去查表的时候 你查出来的平衡常数 你的平衡常数 就假设原本是KCpran好了 那你查到的平衡常数 它就只有CO2的浓度 不过CO2的压力而已 因为它这个固定的浓度 都已经被并到平衡常数里面去了 这样大家理解 所以请大家 第一个记一下 纯固体或纯液体 纯固体纯液体 因为它在过程中浓度都是固定的 所以就把它并在平衡常数表示法里面 这样的OK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如果是在水中的反应 如果在水中的反应 如果在水中的反应 水的浓度的变化 因为实在太小了 为什么 因为你看吧 如果在水浓郁中的反应 水的浓度是多少 水的浓度我们一年级的时候讲过 是55.56大M 它的浓度非常大 相较于其他物质的浓度 水的浓度几乎就没有改变 比方说老师来举个例子好了 比方说我来举个例子 你比方说醋酸 然后在水中解离 然后在水中解离 那醋酸把一个氢离子丢给H2O 那H2O得到一个氢 变成H3O症 好 这样OK 然后你假设原本你的醋酸是 0.1 0.1 你注意哦 这个水的浓度是多少呢 水的浓度是55.56大M 那反应 跟平衡 它反应的时候 大概减了1% 也就是0.001 那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我这一个呢 这个反应之后呢 对醋酸来讲 醋酸从0.1 然后消耗0.001 消耗到1% 那对水来讲呢 0.001除以55.56 那它的答案还是大概多少呢 55.6大M 那这个醋酸跟氢离子 从0变0.01 那可以看得出来的就是 最明显的就是差异 反差最大的就是水 水的浓度几乎没有改变 那多数的水浓液中 那都是当水 用水当溶剂 那水的浓度变化实在是太小了 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个括号 你看它方程式括号 有AQ的这种方程式呢 括号有AQ的这种方程式 那反应呢 如果水有参与反应 那水的浓度因为它的变化实在太小了 所以我们在写平衡常数的时候 水呢就不用把它列进来 这样大家听懂意思 你看到它括号AQ再讲一遍 你看到它的方程式 它是括号AQ 那就表示什么 它是水浓液 那就是用水当做溶剂的一个反应 那这个时候呢 水的浓度因为变化量 浓度的变化实在太小了 所以呢 水的浓度就不用列进来 就把它一样是并入平衡常数里面去了 所以刚刚这一个 个酸根加氢离子变2个酸根加水 那你在写平衡常数表示法的时候呢 你在写平衡常数表示法的时候呢 刚刚这里 那这个平衡常数表示法 KC呢 那我就把产物的浓度 CR2O72- 那这个水我就不写了 因为水的 因为这是括号AQ 就在水浓液中的反应水的浓度变化量极小 那水就不写 除以反应物各酸根下O4-2伏 但是你注意哦 细数当次方 所以这两次方 氢离子的浓度 细数是二 所以是平方 所以这平衡常数 浓度平衡常数表示法就这样 这是第二个 水的 然后再往下看 你注意哦 但是呢 如果说水有参与反应 但是呢 它不是水浓液中的反应 它可能是有机浓液的反应 那水并不是溶剂 那这个时候呢 水就不能视为常数 那就必须纳入平衡常数表示法 那说差别在哪里 比方说醋酸跟酒精 醋酸跟酒精 它就括号AQ 那这两个可以互容 因为这两个 我们学过这两个都有OH 这两个都有清剑 那醋酸跟酒精可以互融 然后生成脂类 在酸性条件下 生成脂类 乙酸移子加水 那这个反应呢 它没有括号AQ 它没有括号AQ 表示它虽然水有参与反应 但是呢 它并不是泡在大量的水中去反应的 它是没有水 它没有水 它是反应才产生水 它一开始没有水 它反应之后才产生水 那这个时候呢 水的浓度的变化就很明显 因为从5变成油 它变化就很明显 那所以这一题水的浓度就要列在平衡常数表示法 这样OK 所以这一题呢 它的平衡常数表示法呢 你就产物乙酸移子 CH3 COO C2H5 乘上H2O 除以反应物 除酸CH3 COOH 乘上C2H5 OH 好 这也是这样子 这样大家会分辨的 再强调一次 水的时候怎么处理 第一个 你看有没有挂号AQ 如果我看挂号AQ 它就是以大量的水当作溶剂 那这个时候呢 水的浓度就几乎没有变化 所以水分子呢 就不用把它写在平衡常数表示法 第二个 虽然有水参与反应 但是它挂号AQ 那就表示它是在油肌溶剂里面反应 那通常 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直化反应 那这个时候呢 水 水呢 本来没有 后来有 浓度变化很明显 所以呢 水 必须要列在平衡常数表示法里面 好 这样的OK 比方说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这样 水煤气的制造 这个煤胶跟水蒸气反应 那生成一氧化碳跟氢气 那这个平衡常数表示法 它的水呢 它并不是AQ 它是G 那是水蒸气 那这个时候呢 你在写它的浓度表示法 就是一氧化碳的浓度 乘上氢气的浓度 那除以水蒸气的浓度 这个时候就要写 因为它并不是 它并不是在水中 它就是在气象中 那水水蒸气的浓度 你要把它写进来 这样的OK 好 那比方说 这里有一个第三个水溶浴中的 如果这个止化反应泡了很多的水 让它去反应 那他就挂号AQ 挂号AQ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这一体方程是这样写的 那你 你的这个水就不用写在表示法里面了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 大量的水当做浓机去反应的 所以它平衡常数表示法里面 大家看到它这个就没有 这个水就不用写进来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我们看一下题目 来 第一个 第一个呢 碳酸氢跟加水 那变成 碳酸加轻氧跟平衡常数表示法 那平衡常数表示法 你看到有 有有 有怎样 有水对不对 但是呢 他都挂号AQ 那表示要用大量的水当做溶剂 所以水的浓度几乎都是55.56大M是不变的 这个水的浓度呢 H2O 大概是55.56大M 这就几乎不变 视为常数 所以这一体我就把H2产物的浓度 H2CO3 C数是1 氢氧跟的浓度 C数也是1 除以反应物碳酸氢跟 好 那这样呢 就是他的平衡常数表示法 好 第二体 第二体呢 是氢氧化钙固体 然后呢 解离 在水中 掛号AQ 在水中产生钙离子跟氢氧跟 也就是说 氢氧化钙固体在水中 老师画的示意图 叫做一个烧杯 那我的CAOH2呢 假设有这个固体 这个固体是这里 然后它溶解了 它溶解又解离了 那溶解又解离 产生什么呢 钙离子跟氢氧根 对不对 平衡常数怎么写呢 你就把产物的浓度 是钙离子 氢氧根 细数当做次方平方 好啊你注意 就不用再处于反应物 因为反应物是纯固体 那纯固体我刚讲过 浓度是固定的 所以就不用再处于氢氧化钙 第三个 第三个是 液氧化碳氢气 然后呢 反应制造甲醇 问你kp kp kp叫分压平衡常数 那就把压力带进来 p 甲醇 就CH3OH 好 係数是1 所以p CO pH2 係数是2 所以是平方 好